余正的《言喜攻略》,在如意传前面开播了,一直被吐槽于超超的余正,这次的新剧《言喜攻略》,另外获得好评,几位主演向秦岚,舍师们,吴锦言,聂院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关注,目前更新了世纪,虽然比不上《青宫戏》《甄嬛传》,但这样不满力松的剧情,还是值得一追求。 《言喜攻略》讲述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事情,不少人可能会和别的类似电视剧搞得很混乱,比如《还珠格格》、《甄嬛传》、《如意传》等,下面小编为大家总结了一些关于这部电视剧的几个小时,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在历史知识下追剧《余正》的这部《言喜攻略》,其实讲述的是丽妃的故事,你也可以趁这部电视剧叫丽妃传, 我们的女主角魏英洛,无仅严是,其实就是《还珠格格》当中的令妃娘娘,她在事后会生下嘉庆皇帝,成为最终赢家。 而为什么这部电视剧,要叫《言喜攻略》呢?是因为最后魏英洛,也就是令妃娘娘,会居住在《言喜攻》里面,秦兰饰演的复查皇后,是乾隆皇帝的原配嫡后,目前的剧情处于乾隆六年,而秦兰饰演的复查皇后,会在乾隆十三年嫁喝西游。 她生前就受到乾隆的偏爱,所以复查皇后的去世,会给乾隆带来一些打击,《言喜攻略》的高贵妃和《天环传》里面的皇妃娘娘没有血缘关系,高贵妃在《言喜攻略》里面太嚣张拔酷了, 其实她只是仗着自己受宠而已,将会在乾隆十年去世,蛇丝曼饰演的贤妃,其实,就是周迅主演的《如意传》里面的《如意》,在《还珠格格》里面就是一直欺负五阿哥,小燕子和紫薇的皇后娘娘,在《言喜攻略》开天成功怀孽的余贵人,她生下来的儿子就是《还珠格》里面和小燕子谈恋爱的勇气了,《言喜攻略》里面 《强龙》的母后就是《甄嬛传》里面的《甄嬛》,在《言喜攻略》里面太后一出来,大家的弹幕都在刷《甄嬛胖》了,《甄嬛》相机检查找,人民的名义,某角色,《还珠格格》里面的《香妃》原型也会出现在《言喜攻略》,后面的剧情当中,是张佳妮饰演的《容碑》,目前余正的《言喜攻略》,才更新了诗集,女主就已经靠自己,让很多人领壳饭下线, 剧情节奏不托塔,如果最近没有其他剧客主的话,可以看看这部《言喜攻略》,如亦和令飞其实没有好坏之分,谁当主角当然谁就是好人了